歡迎收看匯豐投資匯客室 我是Kenny 我是阿Fan 牛年到,我在這裡 先祝大家身體健康 財源廣盡 我公祝大家 好像股市一樣 步步高升一本萬利 Fan,踏入2021年 市場真是旺到不得了 資金不斷湧入 一方面,歐美做量化寬鬆 即印銀紙 令資金不斷湧入股市 另一方面 我們看到北水港股通 不斷來買港股 是的 其實北水的動向 現在受到投資者越來越多的關注 而且將北水的行程 看成資金流的指標 我們回帶回看 由2014年 即是北水正式登陸 不經不覺 已經進入第七年 沒錯 其實我們看到最近 北水佔整個市的成交 一路不斷升 舉個例子 以往來說 都差不多只有5%左右 不是太多 主要都是買一些 重磅的大藍醜 但是去到去年的下半年 情況出現了一個變化 我們看到北水 不單止金額增加 還有買的股 亦都很廣泛 不止新經濟股 舊經濟股又買 不止大股 中型股 亦都看到北水的首映 所以持倉金額 不經不覺 已經倍增 現在升到 26,000億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再看整個市的成交佔比 剛才說的 以往來說 只佔5%左右 但去年已經升到 8.6% 你知不知道今年更厲害 從今年年頭到現在 已經有14% 那為什麼北水 會在這個時候 大幅湧入香港呢 其實在疫情之後 你見到 中國經濟的復甦 勢頭是非常之好 基本上來說 中國股市已經進入了牛市 內地醒目的資金 當然是四出尋佈 過來香港看看 有沒有一些 在中國股市 沒有上市的中國公司 又或者看看 有沒有一些 比內地股市 便宜的股票 來這裡尋佈 填補 他們是一個牛市的投資缺口 所以你見到 為什麼呢 過去這幾個月 錢就大幅走進來 買港股 不怪之得 Kenny你先頭就說了 就是北水 即是佔現在港股成交 比例就快速上升 我們也看回 就是北水的淨流入量 去年其實是 新冠疫情大流行 是經濟危機 你知不知道去年 有6700億的北水 流入港股 是破了紀錄 而且比上一年 是升了1.7倍 你猜一下 年初到現在 北水流入港股有多少呢 應該差不多有3000億 你厲害 是真的有3000億的北水 就在短短一個月 流入港股 即是等於每天 北水流入的量 是去到超過150億 等於是去年4倍 那麼多 所以北水 其實都會持續 左右港股的走勢 其實環球資金流 又怎樣 其實北水近期 就很勇猛地流入 但是我們不要忽視 環球資金 其實更厲害 因為環球央行 繼續採取零息政策 而且持續量化寬鬆 隨著現在的復甦 逐步擴大 因為有疫苗推廣 再加上環球投資者 風險為納改善 所以我們預期 無論是環球水 還是北水 其實他們都會持續 流入投資機會吸引的市場 特別港股去年 就是落後美股的 所以預期這些資金流入 會持續 為投資者帶來尋補的機會 說起又說 你說市升 又不是完全靠北水的 其實環球資金 也會左右今年港股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我們現在進入 環球經濟復甦週期 而且復甦不斷擴大 因為有疫苗的接種 而且拜登上台之後 他還加快疫苗的推廣 所以預期今年 因為復甦擴大 所以資金也會繼續流向 一些股值偏低 而且有復甦潛力的股市 所以港股就是其中一個很吸引的市場 因為在港股 可以找到很多中國復甦的機會 但這個股值又便宜過A股很多 以今年來說 我們預計第一季度 因為中國經濟 因為去年就是疫情爆發的高峰期 所以今年第一季中國的GDP 可以去分18%的增長 你猜猜全年中國經濟增長會有多少 例如我背了8.5%增長 比去年2.3%高很多 你有做功課 中國今年8.5%的GDP增長 基本上在全球來說 它是領先的 所以預期環球的基金 都會持續關注中國復甦的機會 而在香港上市 有很多中國的結構性增長股 但亦都有股值偏低的舊經濟股 所以投資的機會相當吸引 我們預期中國復甦的機會 就會繼續吸引資金流入 所以今年我們的資產配置 就是增持環球股票 而且特別是看好美國和亞洲 而且在亞洲市場裏面 我們是偏高配置 中國、南韓和新加坡股市 因為股值吸引 在投資策略方面 其實板塊方面應該怎樣部署 講板塊 先講新經濟增長板塊 也有幾多 電商、互聯網服務、軟件、線上遊戲 生物科技、電動車、再生能源等等 都是今年主題 尤其是基金很有趣 特別留意一些板塊或過股 準備由規轉譯 特別受到基金的清雷 講新經濟增長板塊 舊經濟板塊去年真的超落後 Fan,你覺得舊經濟有否能追及 又會改變哪些板塊 舊經濟股也有很多尋補的機會 其實舊經濟股在去年疫情的危機當中 深受打擊 而今年其實他們的盈利復甦展望 是會向好 但是股值非常之低差 而且在舊經濟股裏面 亦都有很多股息率相當吸引 例如內銀、香港的地產股 其實股息率相當高 可以為投資者帶來收益 亦都包括像房拓股 它的收益是非常穩定 所以在全球零息的息口環境下 這些高息股亦都會吸引投資者的青睞 看起來,今年仍然要看好 對,2021年我們預期 環球股市的展望 仍然向好牛市可以繼續延續 因為我們剛剛在新一輪經濟復甦週期 剛剛開始 所以隨著復甦擴大 而且疫苗亦都在全球推廣 所以這個會推動消費者信心提升 以及它業盈利是會復甦的 同時我們都會注意控制風險管理 因為始終疫情的發展 都有不明朗因素 所以投資者要注意 去尋找一些優質的股份 同時要密切跟蹤市場的狀況 以及不時檢討投資策略 風險管理沒錯 原本2021年我的八字真言 就是雙管齊下,買舊撈身 現在加了四個字 就是追蹤北水 成為今年新的十二字真言 Faner,時間都差不多了 好多謝大家收看我們 匯豐投資匯客室 Bye Bye Cat